熊絲杯男子組賽事火熱進行 十八號晚上上演中華隊內戰 由本屆人技度高漲的中華白 挑戰學長中華藍 開始來中華藍隊取得八比二領先 外圍 出手技 來自賀博的三分 第一節開始 雙方你來我往 中華藍一度領先 不過賀家兄弟賀丹賀博 包辦中華白隊前八分 後續中華藍展現經驗和高度優勢 阿提諾和曾祥軍連拿六分 逐漸拉開比分處於領先 首節打完 藍隊取得二十七比十三的領先 基本上這個零點五秒時間 要做一個空中接比 第二節中華藍 憑著出色的團隊默契 一度以十六分大幅領先 中華白則靠賀丹三分火力追分 但中華藍靠著射手李希偉 壓手三分球 半場打完以四十五比二十七領先 下半場中華白四比零開局 中華藍林秉勝連續精準跳投 阿提諾禁區補籃得手 但中華白也回進一波 將差距縮小到十一分 最後一節戰況更加激烈 張家和李德威接連的三分球 中華藍穩定領先 最終以八十七比七十四 打敗中華白 拿下本屆六連勝 TVB的新聞 縱佛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 APP